欢迎订阅中国体育比赛传奇 一起为中国游泳队加油 北京时间8月26日 潘展乐和徐家瑜这些温州泳谈的新星首次返乡 受到了家乡人的热情迎接 重回温州体校的怀抱 看着一群精力充沛的小师弟小师妹欢呼雀跃 潘展乐显得有些害羞 偶尔会躲到徐家瑜背后 看上去挺局促不安的 虽然在赛场上他是万众瞩目的明星 但在这熟悉的校园里 他仍旧是那个有点腼腆的大男孩 晚上能够与家人团聚 潘展乐内心喜悦之情一于言表 此次当地举办了一场别出心裁的游船活动 邀请了奥运冠军及其家人 共赏温州南堂美景 潘展乐的外公外婆父亲均在现场 其乐融融的家庭聚会尽显浓浓亲情 潘展乐坐在船上 洗上眉梢 与徐家瑜合影留念 宛如两个天真无邪的孩童 得知道潘展乐的外公可是他的头号粉丝 老人家在接受采访时 聊起了潘展乐小时候的情景 满脸笑容地说道 小乐那时候真是个可爱的小家伙 长得帅气 我只盼着他能快快乐乐地成长 正是这份细腻入微的疼爱 成了潘展乐健康成长的一大助力 而外公那不离不弃的支持与鼓舞 也让潘展乐在追寻梦想的路上始终充满力量 潘展乐的父母在其身旁予以默默支持 尤其爸爸不时转身拍摄儿子的表现 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笑容 至于妈妈虽未现身此次活动 但潘展乐曾提及妈妈在家照料宠物 这体现了家庭的和睦与温馨 潘展乐的家庭教育无疑相当成功 他的言谈举止均彰显出良好的教养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当时徐家瑜的妈妈就在旁边陪着 虽然没跟儿子坐一跨 但他忙着给他拍照 脸上满是幸福的笑容 另外人们也对徐家瑜的家庭背景挺感兴趣的 他妈妈以前也是游泳运动员 这说明优秀的遗传基因确实是帮助运动员 取得好成绩的重要因素之一 说来有点奇怪 这温馨一幕里却不见潘展乐妈妈的身影 虽然潘展乐提过妈妈在家中照料宠物一事 但他经常缺席许多重要场合的情况 还是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听说潘展乐的妈妈是大学里的教师 可能因为工作挺忙的缘故 不太方便出现在公众视野里 这一消息让大家对潘展乐的成长背景 有了更深的理解 显然他的良好谈吐和举止 与母亲的教育密不可分 除了家庭的支持外 奥运界人们在备战和比赛期间 还需面对极大的心理压力 不少运动员在赛场上 不仅要应对身体方面的挑战 还得跨越心理上的阻碍 潘展乐在受访时也曾提及 赛前的紧张与压力时有发生 但家人的支持以及优质的心理辅导 助力他度过了那些艰难的时期 在这份暖融融的气氛中 网友们纷纷给奥运界儿 送上真心实意的祝福与支持 各位都深有感触 这些运动员不仅为国争光 也让每位中国人心里头 洋溢着满满的骄傲和自豪 大家喜欢这种家庭氛围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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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